长人的服务机器人 他现在在干什么呢 他在给大家带来一场瑜伽的表演 我们为什么 我口渴了 刚练完瑜伽 能拿瓶水给我吗 开始动了 我们的摄影师 其实可以关注一下他的双脚 他是一个双足行走的是吗 双足行走这里面有非常大多的游信控制 那游信控制呢 因为他是在家庭为 我们的家庭成员提供服务 所以您看到说 即使一个很简单的拿汽水的动作 他其实也有 由他一个手臂的七个机器人的运动关节 通过非常精巧的运动算法的 跟力控制的能力 能够拿到一瓶非常重量不一样的一个水 所以您可以看到是说 他其实在拿这个水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有非常精巧的人工智能的 这个控制的技术 在这里面有集中的一个呈现 您可以拿来试试看 我现在先把这个饮料拿到手上 然后其实用我的手轻轻拽一下他的手 你看他的那个手指慢慢的也就张开 大家可以看看我们就是在准备的这个短片里面 展示的就是Walker在真实的这个家庭环境里面 为人提供服务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他可以在家里面能够给大家 已经可以开始做一些简单的这些 拿一些简单的物件了 小机器人 他现在主要的应用场景就是在家 桌面型的这个机器人 那我们可以让 悟空悟空 给大家跳个舞吧 听懂了已经 这个真的是看得非常的可爱 这个 大家也可以看到他在眼睛上面呢 我们其实为这款机器人设计了3000多款的表情包 所以他是极具生命感的这个表达能力的这么一款机器人 能够在家庭陪伴 无论是老年人或者小孩 能够有很好的陪伴的质量 那他除了有娱乐的功能以外 他还有那种交互的功能吗 是的 他通过我们叫做自然语义的处理呢 他其实能够跟人有非常多的多轮对话的这个这个沟通的能力 他也能够帮小朋友在家里面进行一个学习 包括各种各样的一个 那我也来跟这个悟空来说 悟空悟空做五个俯卧撑 听懂了吗 你看还望着我那小眼睛 哎 开始了 其实这种小型的服务机器人 这种小型的服务机人 我们会含鸟